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如果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动再发生,将或可避免地导致国际局势的动荡, 由俄罗斯起草地旨在谴责对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的决议草案,未能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通过。 普京表示,如果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动再发生,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际局势的动荡。 这一表态,来自于普京与伊朗总统鲁哈尼的电话交流。 据克林姆林宫官网公布的消息,应伊朗方面提议,普京15日与伊总统鲁哈尼进行了电话交流, 两国领导人就美国及其盟友军事打击叙利亚后的形式交换了意见。 双方指出,美国及其盟友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违反国际法,将严重损害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前景。 克公官网援引普京讲话强调称,如果这种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动继续下去,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际关系混乱。 此前,普京发表声明,严厉谴责美国及其盟友发动的这起军事打击,认为该行动并未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,是违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侵略行为,并召集联合国安理会成员,召开了紧急会议。 但在此次会上,由俄罗斯起草的决议草案,表决之时,仅获得15位成员中的三张赞成票,未能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通过,美国及其盟友坚持认为,他们的行为是合理的、合法的。 另据今日俄罗斯报道,对安理会上最后的表决结果,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表示,俄罗斯对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叙利亚问题的决议,有自己的红线,莫斯科将以批判的眼光研究美国、英国和法国的草案。 来自CNN等外媒的报道称,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西黑里周日表示,不达既定目标,美国就不会从叙利亚撤军。 这些任务包括打败恐怖组织伊斯兰国,确认化学武器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,对伊朗的行为实施监视。 他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电视台采访时表示,美国将因叙利亚局势考虑对俄进行新制裁,针对那些向叙利亚提供技术,帮助生产化学武器的公司。 对他的这些说法,目前俄方还没有回应,来源,人民日报客户端。